大家好 我是Will 欢迎来到X调查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家为工作室进行着各种漫画创作 这样的工作非常自由但也伴随着一些压力 尤其像漫画产业内卷化严重的日本 能够以此生存的人都是行业中的翘楚 一位独居的年轻女漫画家被发现遭遇不测 事发地就在她所住的公寓里 那天发生了什么 此案又为何至今仍未破获呢 接下来就为您讲述这个发生在东京的知名悬案 归户女漫画家杀人事件 故事发生在东京江东区 它南临东京湾 在藕田川与荒川之间是东京二十三区之一 江东区有七成土地面积通过田海产生 这里运河与桥梁众多景色十分美丽 被人们称为水彩都市 今天的故事与漫画有关 漫画是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 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标签之一 在日本除了有那些已经成名的漫画大师 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从事漫画工作的年轻人 比如我们今天所讲的故事主人公 吉田杨子就是这样一位漫画家 杨子出生于1972年 她是一个性格活泼甜美可爱的女孩 中学时期的她对各种漫画产生了兴趣 立志将来成为一名漫画家 到了高中 杨子的创作能力已经到达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开始尝试自行出版漫画 杨子极具绘画天赋 对漫画充满热情 高中时期就在同仁志漫画大会上 发表自己的作品 同仁志是二次元文化词 指自创不受商业影响的自我创作或自主的创作 相比商业创作 同仁志有较大的创作自由度 同仁志社区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团体 作者通常只发表少量的出版物 使其成为一种有限的独家商品 在日本有不少知名的漫画家 都是以同仁志创作起家的 后来才慢慢成名 杨子在同仁志里主要创作同性恋题材的漫画 高中毕业后杨子没有继续读大学 开始全职从事漫画工作 他已笔名山崎在同仁志世界里创作 凭借着努力和天赋 杨子创作的漫画越来越受欢迎 在同仁志世界变得小有名气 随着时间的过去 杨子有了一群愿意追随他漫画的铁杆粉丝 他现在已经完全可以依靠漫画为生 为了专心创作 杨子做出了一个决定 独自搬出去住 起初父母还是感到有一些担心 但为了杨子的事业发展 他们还是同意了 毕竟不会搬太远 还是在东京 年轻的杨子告别了父母 在外租了一套公寓独自居住 这一过就是好几年 接着他又搬去了另一套公寓 该公寓位于东京江东区归户六丁木 那里有一栋11层楼的公寓楼 杨子住在6楼的6040 该公寓位于市中心 交通十分便利 距离归户站只有650米 公寓既是生活的地方 又是工作的地方 杨子的生活十分自由 不像普通上班族受到许多约束 但他也承担着一定的压力 一些漫画往往需要按时完成 一转眼 杨子搬去新的公寓已经五年了 他发表的漫画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他的一些往期作品也有人开始关注了 杨子的公寓经常有人拜访 有工作往来的同事 有商业合作的伙伴 甚至还有一些粉丝 杨子自从高中毕业后就搬出去住了 虽然脱离了父母 但他还是挺孝顺的 每个月都会给自己放几天假 回家看望父母 杨子会告诉家人们最近发生的事 让他们了解到自己生活状态 或事业的发展 尽管杨子没有像同龄人那样 读一所大学 或是在写字楼里做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他的父母始终尊重女儿的决定 并为之感到骄傲 他们乐见女儿能够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并取得一定的成就 正当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之时 一场事件的发生 让一切戛然而止 2000年的9月29日 这天是个星期五 这段时间 江东区正在进行人口补查工作 下午1点 一名人口补查员进入了杨子所在的公寓楼 他挨家挨户地敲门拜访 做着人口补查工作 没过多久 他就走到了公寓的6楼 这层楼出奇的安静 楼道天花板的一支灯泡 正发出滋滋的电流声 此时虽然是白天 但楼道内十分昏暗 气氛有些诡异 人口补查员来到了604门口 并按响了门铃 公寓里非常的安静 似乎主人并不在家 他再一次按响了门铃 但还是没有人来开门 对于人口补查员来说 这种情况十分正常 因为有的人白天在家 有的人白天不在家 但他今天不是第一次来了 之前几天已经来过几次了 每次604都没有人开门 这让他感到有些生气 如果这次再没人 他下次还要再来一趟 人口补查员发现 604室的大门似乎是虚掩着的 并没有锁上 门口的换气扇正在运行 并散发出一阵难门的气味 出于礼貌 他并没有推门而入 而是下楼通知了 公寓大楼的管理方 他们派出了一名保安 陪同人口补查员 再次来到了604门外 两人尝试着 推了一下房门 门果然被推开了 没有上锁 顿时 一股难门的味道扑面而来 两人慢慢往里走 并来到了卧室 只见一名女子躺在床上 全身只穿了一件短袖上衣 脸上盖着一块白布 身体严重腐烂 两人被眼前的场景吓得不轻 赶紧离开房门 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报后 立刻出动赶到了现场 他们封锁了整宫大楼 对现场做好保护 被害女子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她就是604的住户 28岁的漫画家吉田杨子 经过法医检查 被害人脖子上有勒痕 身体严重腐烂 除了脖子 身体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伤痕 杨子没有被侵犯 她因窒息而亡 在房间的桌子上 警方发现了一张当地便利店的小票 日期为9月18日 也就是11天前 这可能是杨子最后一次 离开公寓的日期 杨子有可能是在11天前 至第二天深夜离世的 法医报告正式了这一猜测 杨子的离世时间 为10天前的9月19日 警方在公寓走廊里 发现一把被扔掉的公寓钥匙 经检查该钥匙为复制品 可能是一把备用钥匙 公寓里干净整洁 没有打斗以及强行闯入的痕迹 杨子的钱包也在家中 银行卡现金均未丢失 另外家中有300万人员现金 完好无损 因此警方推测 此案与盗窃动机无关 很可能是熟人作案 由于公寓大楼没有监控摄像头 整栋大楼又有非常多的住户 每日进出的人员众多 这对警方的调查增加了不小难度 28岁的杨子已经在公寓里生活了近五年了 这里是他的家 也是他的工作室 为了方便业务上的沟通 他把联络地址直接写在漫画书里 以便有人前来拜访 或者寄东西给他 大楼人员在他的公寓里 发现了一本介绍杨子职业生涯的杂志 可见有记者对他进行过采访 实际上无论是谁 只要想与杨子接触 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他的住址 案发所在的东京江东区归湖六丁木地区 不仅有许多公寓楼 还有大型购物中心 人流量瞬息万变 在这里的独居人士很多 他们往往与邻居没有太多的互动 案发公寓楼靠近归户站 该站有两条电车线通过 分别是JR总武本县 以及东武归户线 交通十分便利 嫌犯错了后 可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离开 大楼里的邻居 对杨子的了解并不多 据他们了解 604住户杨子平时挺礼貌的 贱人都会打招呼 他们家平时也不会发出什么噪音 也没有注意到 他家有过争吵的情况发生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口普查员表示 他此前就曾来过604 但一直没有人看门 不过当时他并没有注意到 604的大门是否上锁 也没有注意到换气扇是否运作 以及闻到屋内发出的难闻气味 这就让人感到有些细思极恐了 假设从9月19日案发后开始 换气扇一直处于打开的状态 那么不太可能在十天内 没有任何一位邻居注意到 换气扇散发出来的气味 有一种可能是 杨子在做饭时打开了换气扇 当时凶手和他待在一起 随后实施了作案 几天后凶手再次返回了公寓 随后发现屋子里的气味太重 于是就将换气扇打开排气 如此一来 人口普查员在9月29日 在604门外闻到气味 就能够解释得通了 但这样的解释似乎也不符合逻辑 更多的疑问随之而来 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难道想让人尽快发现吗 警方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案发之后 杨子的所有朋友 以及与他有工作接触的人 都被警方排查 但没有找到可疑之人 杨子的几个好朋友表示 杨子已计划在一年内退租 搬回父母家居住 接着警方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杨子平时白天在家画漫画 晚上还从事着另一份工作 工作地点位于色谷的一家会员制高级俱乐部 这个地方很隐蔽 去那里消费的人 有几位还是艺人以及其他明星 值得注意的是 在日本漫画产业如此内卷的时代 杨子的职业发展算是相当成功的 他完全有能力靠这一职业获得收入 并且过上不错的生活 不过他还是在晚上去俱乐部工作 28岁的杨子凭借着两份工作 年收入至少能达到1000万日元 如果排除了杨子周围同事朋友或者狂热粉丝作案 那么此案就可能与出没俱乐部的人员有关 警方在杨子的公寓里发现许多名牌服装 手提包和珠宝等奢侈品 但认识杨子的人都表示他从来不穿名牌 对奢侈品也没有表现出浓烈的兴趣 家中的这些物品很可能是杨子某个有钱客户赠予的 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 杨子钱包里的大量现金可能是他在俱乐部获得的服务报酬 杨子可能与某位客户结仇 随后那人来到公寓里谋害了他 为了验证这种理论 警方前往了杨子工作的俱乐部进行了一番调查 但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俱乐部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至此案件陷入了停滞 此案发生了四年后 凶手依然没有被找到 电视台以此案作为题材做了一档电视节目 杨子当年发生的事件被重新提及 引起了一片反响 随着案件热度的攀升 一名自称是杨子朋友的A先生 与节目组取得了联系 他表示杨子出事前 曾与他一起参加过一场漫画活动 当时杨子告诉A先生 最近有一名男粉丝一直纠缠着他 活动结束后 杨子还递给了A先生一封信 并要求他不要打开看 除非杨子未来遭遇了什么不测 A先生一直遵守着这个约定 没有打开信 直到他收到杨子的噩耗 他才将这封信打开 直接信里写道 还有两三天我可能就不在了 我被人盯上了 是真的 对方是和我住在同区的狂热粉丝 他每天都写信纠缠我 因为他不是日本人 这让我更加害怕 之后一段时间 由A先生提供的带有杨子笔记的信件 通过电视节目传开 由于此事事关重大 节目组在得到信件内容后 马上把它交给了笔记鉴定专家 山田修先生辨别真伪 经过鉴定 这封信的字迹并不属于杨子本人 而是出自A先生之手 至此 节目组意识到 被A先生欺骗 警方也介入了调查 面对询问 A先生终于承认 是自己写下这封信的 A先生表示 他与杨子一样 也是一位漫画家 但杨子的人气非常高 作品很受人追捧 而自己的漫画作品 却无人问津 他很妒忌杨子的成功 所以写了那封信 想通过此事 在电视上蹭一波热度 电视节目组不甘心 让杨子案就这样悬而未决 他们又找来了 英国知名超能力大师 克里斯罗宾森 他曾在军情无处任职 传说他拥有在梦境中 寻找事件线索的超能力 之后 克里斯通过做梦 不仅完整地 还原了杨子案的过程 还绘制出了一张嫌犯的画像 克里斯表示 他在梦中看到了一名男子 该男子谋害杨子后 从公寓楼里跑了出来 一路跑进了车站 坐上了一辆蓝色电车离开 然后一直开到终点站下车 该男子下车的地方 离杨子家并不算太远 克里斯看到 男子在逃跑时 不小心弄伤了左脚 还去医院做了治疗 嫌犯住在墨田区 距离案发地点4公里 他身高165公分 年龄25至35岁之间 不戴眼镜 脸部轮廓分明 除此之外 克里斯还给出了 这桩案件的几个关键词 老虎 蓝色电车 终点站 木雕 摩托车店 以及医院 节目已经播出 又有一位B先生 联系了节目组 他表示自己知道 一个神秘人 那人与克里斯描述的 几乎一模一样 节目组立刻联系了B先生 B先生拿出了一张 神秘人的照片 和他的驾照复印件 B先生表示 神秘人的年龄 为25岁 身高165公分 身上有一个老虎纹身 家住东武归户县的 中联站 夜州站附近 距离案发地点 仅10分钟车程 从夜州站可以直接乘坐 东武归户县 经过四站就到达了归户站 然后步行即可到达 养子公寓 据B先生所述 神秘人因脚踝受伤 向公司请假 去医院治疗 除此之外 B先生还透露了一条关键信息 神秘人曾经和他说过 自己的女友 在色谷的一家高级俱乐部上班 他们也是在那里相识的 B先生觉得那人就是杨子 神秘人虽然不是有钱人 但他却相当舍得为女友花钱 买了很多贵重的奢侈品 送给杨子 而那些钱 都是神秘人通过贷款得来的 后来杨子打算和神秘人分手 但神秘人非常不甘心 B先生多次听到神秘人 在打电话时说 你这个混蛋 我要杀了你 之类的情绪激动的话 B先生所说的那个神秘人 与警方掌握的线索 以及后来节目中 昌冷的大师克里斯 做梦中所见之人完全相同 然而遗憾的是 B先生表示 在杨子案发生的四个月后 神秘人就从日本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后来警方想查明神秘人的身份 但根本查无此人 另外B先生也没有 透露自己的身份 他的话可信度未知 不排除是长期 收看电视节目后 做的恶作剧 对于此案 仍有许多疑点未得到解答 比如公寓走廊里的那把复制的钥匙 无论是凶手仓促逃离现场 不正掉落 还是有人故意为之 混淆警方视听 亦或是事发后 凶手的心理状态 他已经不需要钥匙了 所以将其丢弃 解开钥匙的谜题 也就是破案的关键 另外杨子脸上盖着的白布 也未得到解答 此案发生后 引发了民间人士的讨论 有人认为杨子脸上盖着的白布 是嫌犯有意为之 他那么做 一定有什么意图 房屋内三百万人员未曾动过 由此可以排除陌生人 入室盗窃 随后实施作案的可能 因此进入房屋的 只可能是熟人 而这个人除了杨子外 或许没有人知道 那人在杨子完全放松 警惕的情况下实施作案 在脸上盖白布 或许是出于对杨子的感情 又或者是嫌犯 害怕看到杨子的双眼 嫌犯与杨子的感情 可能并不是短期的 有人认为 杨子以创作漫画为生 主题大都为年轻男孩之间的 爱恨情仇 投身该领域的大多数创作者 和读者都是女性 推测有一位狂热的女粉丝 和杨子相识后成为了恋人 两人因某事发生了争执 比如某个动漫角色人物的剧情走向 又或者是两人中 有人结识了心欢 随后导致了凶案的发生 时至今日 杨子案仍然是一桩未解悬案 警方没能掌握 确认嫌犯身份的DNA 指纹 监控录像 以及目击者 所有线索都无法推进 除非有人站出来承认 与杨子案有关 否则此案可能一直悬而未决 杨子的遇害究竟是出于妒忌 报复还是其他 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只知道 一位美丽且才华横溢的年轻漫画家 从此遗憾地 失去了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